实验专案报告 面对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咄咄逼人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怒了 学巧新完全不听陈建的回答 拿着麦克风就是连珠炮 还硬扯签面人跟绿鸡蛋事件 台下的绿委看不下去 起身抗议 下一棒的钟嘉宾 也酸了一下忙看戏的韩院长 陈建仁不仅与徐巧新正面交锋 碰上新科兰尾廖伟祥 批政府带风像是台中实验室污染 陈建仁反击 也没再客气 先射箭再画榜 请问你有新的证明说 他们的这个实验室有污染吗 18号到后来2月2号公布 这个期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最严重的事情 就是在这18天里面 没有做第二个检体的检验 有一群猪吃了瘦肉精 这个瘦肉精只会跑到 一只猪的那一块猪肉才奇怪 这就是科学 你讲的是政治 人民只吃到肉品吗 内脏卖不卖 当民众党立委质疑 猪之内障可能也有疑虑 陈建仁则笑笑温柔回应 不仅被询时 软硬兼施 以礼服人 前一天提给党团的书面资料 则提到过去台湾 曾发生多起重大食安事件 包括三聚氰胺塑化剂等 这些属于系统性事件 但在蔡政府执政后 进行食安五环政策 近八年已经减少 被解读 暗指前朝马政府食安状况多 立院食安专报 从早到下午 面对蓝白炮生隆隆 陈建仁一一拆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